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他报价很低 他对自己头部的防守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看到他哀拳之后我没反应 是的 我并没有表现出一种怯懦 反倒是我要跟你拼 对 因为我们看过李锦亮比赛都知道 他的身体素质真的不是一般的选手可以耗得过他的 是的 他的忍耐力也是非常的强 好 要抱腿 但是对方防住了 马上去搬李锦亮的手 哇 抱腿成功 李锦亮拿到了 马上就是抱住了后背 靠在龙边想要扳腿 好 李锦亮想把他带到地面上 但是对手明显是并不想去跟他有地面缠斗 是的 好 想抱地地面 但是并没有成功的抱摔成功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在我没有非常明确你的打法的时候 我只要抱着你抱摔我们进入地面 好 进入了地面 但是时间不多了 李锦亮想要做一个裸脚 好 一扫 我们看到卡马乔的左腿的大腿已经是红了 是的 还有40秒 第二分后还有40秒钟时间李锦亮连续的摆拳 正灯 登到了卡马乔的 打得非常积极 没错 腹部 对 这样一方面是在挑衅对手 另一方面也是要调整自己的状态 叠腿帅 对手的平衡保持得非常好 好 对手一个 过的选手我一定要来 我和龙说谁喊我 还有一个前手 又一击后手拳非常的重 非常棒 还有2分25秒 对手现在啊 失后撞 但是体力消耗非常大 对 但是紧张丝毫不care 不care这个施威 专注于比赛 没错 正在龙边 夹住了一只胳膊 一个西撞把对手推开 又一击后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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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李锦亮 前手你这一感觉 后手 前手 完全把对手打得没有办法反抗 他说你来啊 有本事你站上了 凭什么 前手 已经打出了自己的节奏和气势 李锦亮现在越打越有自信 是的 好 低扫 对方都抱不住他的腿了 是的 高扫 就是最基本的一些招数 对 我看减亮还活蹦乱跳的 用最基本的招数造成最致命的伤害 对 他觉得如果他转移到南部 他会很阻止他的阻力 又一击后手拳 接一个低扫 又一击后手拳 又一击后手拳 又一击 慢的用组合拳来打击对手的头部 但对手已经在打空气 然后又一击前手前手两次 低扫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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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